最近眼看着AMD在CPU和GPU方面的双重发力 隔壁NVIDIA似乎已经感觉到了速马那股强势的气息 不断推出全新的产品频繁接招 然而另外一端的英特尔目前看起来仍然在加油打气 10nm的制程工艺也在一直酝酿当中 这不 现在关于英特尔首款10nm的CPU又有了新的情报 下面就跟着超级个来看看吧 不用多说 想必大家应该知道 目前英特尔的10nm工艺仍然局限地用在低功耗的轻薄本上 至于高性能的游戏本则需要等到明年 而桌面端最快也需要到2021年年底才会推出 但让人意外的是 在11月举行的SC20超级计算机大会上 英特尔非常大方地公布了采用10nm工艺 代号为Ice Lake SP第三代致强处理器的不少细节 并且确认将于2021年第一季度正式公布 具体来看 据英特尔最新资料显示 Ice Lake SP将于目前轻薄本上使用的Ice Lake 和时代酷瑞一样 都是基于全新的SonyCub架构大造 但对于服务器和数据中心两方面做了专门的调整和优化 同时Ice Lake SP的每个核心都支持352乱续执行窗口 128个实时载入和72个实时存储 160个调度器节点 280个整数和224个浮点寄存器文件 48KB的一级数据缓存 1.25Mbps的二级缓存 相比延续多年的Sky Lake老架构有了质的飞跃 另外在整体参数上 英特尔此前程表示 Ice Lake SP将拥有28个核心 但现在变成了32个 不知道正式推出会不会拒绝增加 除此之外 与之前公布的14纳米Cruper Lake 也就是11代扩制处理器一样 它们都归属于第三代可扩展智常家族 将会拥有全新的接口 AVX512SRMD指令集 以及DL Boost深度学习指令集 并且实现了在服务器平台上 首次支持原生的PCR14.0技术 8通到DDR4 3200MHz内存 每路最大容量可扩展至6TB 性能方面据英特尔表示 Ice Lake SP对比上代Cascade Lake 在特定负载中将拥有1.5倍到8倍的性能飞跃 对比AMD64核心的骁龙7742处理器 Ice Lake SP只需要利用32个核心 就能在特定的工作负载上领先20%和30% 可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据网友Yuki泄露 目前从一颗隶属于Ice Lake SP的 工程样品测试中可以看出 它的规格参数为14核心 28线程 也有17MHz的2G缓存 21MHz的3G缓存 基准频率仅为2.0GHz 最高频率4.0GHz 热设计功耗为165V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其全核频率只有1.8到2GHz 要知道 同期的样品骁龙7763 其中已经达到了2.45GHz 加速则为3.55GHz 虽然只是一颗工程样品 但这样的频率也确实有点拉胯 难道是因为10nm的工艺不成熟 频率还是上不去吗 所以功耗就控制不住了 另外在CPU-Z中 其单核得分为371.6分 只有锐龙31200 或者是赛阳G4900系列的水平 多核得分为6363分 与锐龙7-5800X 或者酷睿i9-9900KS的类似 但如果算上AVX512指令机 单核可以达到553.1分 基本相当于锐龙9-3950X 或者酷睿i5-1600K 多核成绩则超过了1万分 接近18核心的酷睿i9 或者16核心的锐龙9-3950X 但是 当你英特尔10nm成熟后 AMD这边都将发布7nm工艺热三架构 最多64核心128县程的第三代小龙了 那么呢 现在只有喊英特尔Yes 你才会发力吗 不过也不能大意啊 说不定英特尔还在憋什么大招呢 对此 在座的各位 觉得英特尔能否离碗狂难呢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请不吝点赞订阅